作词 作曲 李宗盛 小叶 用钉枪容易让液片破裂 最好的办法是用鲜花椒 好的 博总 博总 怎么样觉得 给我们提的意见 我倒是想吹毛求疵一下 可惜你博总 根本不给我这个机会 现在的整个布景 充分地展现了 狂野 神秘的气质 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期 博海就是博海 不愧是花艺界的 第一把交椅 这儿呢 差不多还需要一天吧 你的赞美的话 留到那时候再说也不会 明白 这是我们导演 你好 导演 您好 我们为了赶进路 需要把一些过场戏 在已经完成的布景上拍掉 也正好 你看看拍摄效果 好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鬼啊 停 来 各部门准备了 失败 小心啊 快 小心 小心 快 小心 抗护的分别基地 快 有人受伤了 快点发救护车 明朗哥 快点 没事吧 没事 哎 我的经常怎么办 喂 博总 马上过来 我现在再拿资料 什么 请进 温总 温总 事情已经办妥了 这次我倒要看看 温海能有什么办法 破这个死局 喂 具体的原因和过程 我们还在调查中 我保证很快就会出详细的情况说明 好 你稍等一下 喂 詹姆斯 你可是老记者了啊 我告诉你 可不能传播谣言啊 这简直就是污蔑嘛 现场一名演员受伤 已经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物品的损失更是高达千万 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相关人士透露 此次事故是由于 花艺制作公司操作不当所致 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一事件 我在设计图纸上 考虑到拍摄需求 姥姥站立的树叉 是用三根水山木 捆绑平坚而成 但是材料清单上 只有一根水山木 直径还不达标 外侧还包裹了海绵 树皮 从外形上看来 确实没有什么破绽 但问题 出在这儿 原来你就是罪魁祸首 可是我确认得清清楚楚 确实是钉了三根水山木 出了事就要推卸责任啊